原标题 在日军为安佐 那些被抓去的女子会怎样 真相远比你想的还残酷众所周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军为了实现自己的军国主义野心 以及缓解国内的一些矛盾 所以说就将矛头指向了国外 企图通过战争 能够将国内的矛盾全部释放出去 并且也能够达到掠夺资源 提升自己国家实力的目的 当初的日本为了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毫不犹豫地发动了侵华战争 而在侵华战争中 我国军民也是死伤惨重 不过因为众志成城 囤结一心 死死地抵挡住了日军侵略的步伐 最终也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不过尽管抗日战争胜利了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却是有着无数的先辈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日军 而在日军侵华过程中 为了能够满足自己士兵的某些欲望 所以日军每攻占一片土地 会将当地的一些女子抓起来 送到日军的卫安所里 而在卫安所中的女 此事毫无尊严以及自由可言的 在那里 他们只能够沦为日军的玩物 成为日军发泄欲望的工具 所以说 只要进了卫安所 那么一定会遭到非人的待遇 而在那个时代 我国用着很多的女子 都被日军给糟蹋了 如果女子一旦被日军抓进了卫安所里 会被日军怎样对待呢 真相远远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更加的残酷 首先自然是会被日军给逼迫 强行发生关系 毕竟日军的卫安 所就是为了发泄日本士兵的某些欲望 如果那些被抓去的女子 想要反抗不服从的话 那么迎接她们的 自然是日军的残酷对待 被毒打也只是家常便饭 毕竟在面对日军的时候 那些女子可以说是毫无反抗之力的 更有甚者 在那些被抓住的女子生命期间 日军也是不会放过她们的 毕竟日军只是要满足自己的某些欲望 并不会管那些女子的死活 当然 如果那些女子想要反抗 并且试图逃走的话 那 每一旦被日军发现 自然是免不了日军的特殊对待的 毒打一顿都只能算是轻的了 而在当时的为安所里所活起来的那些幸存的女子 很多人身上都是带着伤病 并且这些伤痛会一辈子跟着她们 但这些都是轻的 最主要的是在为安所里所经历的那些事情 是她们一辈子的噩梦 所以说 那些能幸存下来的女子 真的是要有着极大的勇气的 每一个人都是遭受了日军的非人对待 并且最终战胜了自己 当然 当初那些侵略我国的日军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 都按照他们所发的罪行进行判处 当然 这些惩罚 或许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来说远远不够 但是 我们还是要一切向前看的 毕竟只有强大了起来 才不会再次遭受这些苦难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些词